与朱sir谈谈恒指的情况 昨天2万点是失业复得 今天是期结的 预料你能否守得住2万点收市 2万点我认为是差不多 就算是失守的 可能是50点到8点左右 今天预期的波幅相对来说是狹窄少少为主 相对来说是比较偏稳 因为在前日美股跌了1,000点的情况之下 如果港股一直在约势里面 不跟1,000也跟7,100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港股也是先跌后企稳 如果以期指的角度也是跌了8点左右 你想想它跌1,000你跌1,100 相对来说是比较硬正很多 当然我要再强调 现在讨论过股也可以分析 但是先强调一件事 就是港股近期 主要来说是以大部份的 MegaCap的科学股的业绩 业绩的Performance 相对来说是比较理想的 变成它们的相对支持力 或者持续一些股价的Range 都应该是正正常上地走的 老实说在港股现在的环境里面 多些股份可以有正正上上的Range 已经当作是黄因浩荡 因为你也知道近两年的股份 都是灭门息地向下跌的 特别是内房也是灭到10分1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一个股票我们就不要求 是说有一个很值时的升浪 就是说是你从19年到2020年那些 凡残价买入走之后 赢了一倍赢了五成的那些 就很难的了 相对而言这个 可能都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区间 或者是中等区间的波幅率 在这儿上下这样做 或者是逢回的时候 有用一些期权去以资博大也好 或者是一些做好仓的Strategy也好 我觉得其实已经是很开心的了 当然了 不得的那些股票 真的不理你的 会继续承接前两年那种的皮胜 照将你打到落地府的 譬如说你见到 好像梅盟啊 或者甚至是很遗憾的 好像斯摩尔那些 当业绩因不得的时候 它是真的跟你暴力地 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松一点 跟你跌一半之余 它最惨的是什么呢 它最惨的是市场 就是我说美其名 就叫做好efficiency 就是所谓赤裸的 就叫做好有先资本的feeling 我没有说哪些人内获交易 我没有这么说 我就是说有整堆不知什么机构 疑似好像先资本那样 在业绩都未公布之前一两个月 就已经是疯狂对直线向下数的 那变了别人这么先资 和这么有效率的情况之下 还是我们散户没有充分的资讯 就变了无效率 这个很容易中招的 所以也可以反映出一个道理就是 很多股份 你等业绩出那一刻才知道真相 你很迟的了 你已经被人冤枉了一半了 没有一半都三成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你不可以等消息出的 你一定要是聪明地买了股份 你去到有极限的下方的离场位 或者是严重的反省检托的价格 你一跌穿的话 可能你就现在要反省了 或者是反省了下一秒 你已经要抛肩了 已经是 是